哈喽大家好我是莎莎 今天这条视频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温和的保湿面霜的一些感受 先说一些我会继续回购的 就是这四个 先说Tatcha这个吧 首先第一个是我最喜欢的 Water Cream Tatcha这个呢是我的 真爱 我觉得超级的好用 它的质地非常的特别 放到皮肤上它就会 本来是白色的影胶 它只要碰到肌肤它就会化成水 然后就进入到你的皮肤的感觉 真的立刻融化那种感觉 超级的棒 而且它味道非常的淡 就是几乎没有味道 所以我觉得超级的喜欢 它的香味就是感觉就是非常天然 就会吸到你的毛孔里面 你皮肤摸起来软软的感觉 所以这个很喜欢 无限回购 我已经空瓶了好多好多罐了 真的完全数不过来 我用多少罐了这个 然后因为加拿大冬天真的特别特别干 我觉得这个夏天用 任何季节用都已经很好 但是加拿大的冬天 我觉得这个的保湿还是不够持久 然后我就再买了一个他们家的 这个紫色的 Tatcha的 The Dewy Skin Cream 它的这个质地呢 就比Water Cream浓稠很多 它这个呢会化成水 但是这个呢质地不是凝胶版的 它是那种Sticky 比较黏黏的感觉 一个这样子的质地 颜色也是浅紫色淡淡的很可爱 我一般因为它很黏嘛 我一般呢会在手心这里 就是用手的温度去搓一下 让它晕开 然后再敷到你的皮肤上 这样按压 然后呢它就会慢慢的渗透在你的皮肤里面去 遇到温度其实它已经不会那个 那么黏黏的感觉 其实质地摸起来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 这种保湿它不会让我长病口 冬天我已经用了一整罐了 后来我觉得 Texture上面就是 我没有说特别特别满意 因为我自己是那种痘痘肌嘛 我的脸上的表面会有一层亮亮的感觉 我就不是特别的喜欢 因为会显得我的毛孔很大 然后我就到处继续试其他的cream 换了一个这个 也是我会继续回购的一个产品 叫Believe 是我今年才买的 这个是Believe的Aquabone 清爽版 它的质地是这样子的 透明凝胶 也像 有点像Cacha的那个 摸出来呢 拿起来以后呢 就很容易就会 化开到你的手上 然后就变成透明 它的香味是那种 比较清爽的那种 柠檬类的那种香味 我又试了一个这个sample 是他们的 Moisturizing Balm 比这个Aquabone浓稠一点的 然后我试下来感觉我真的好喜欢啊 我用了大概两天吧 现在我立刻就下单了一个珍珠 真的很喜欢 它是一个白色的这样子 比刚才那个会锐很多 那皮肤上面呢 会这样 然后你这推开 推开以后呢 它不会化成水 但是它可以 让你的皮肤软软的 它这边写的说 up to 26 hours 可以让你的肌肤保湿长效 到26小时 真的很保湿 主要是它保湿以后 你的脸不会出油 它的表面不会有那种 亮亮油光的感觉 所以超级的喜欢 而且它价格也是 不贵嘛 然后呢 后面呢就是一些 我不会再回购的 对 我不会再回购的一些面霜 这一堆 这一堆我都不会再回购 为什么呢 其实你看到这个Kiehl所有三罐 这个其实没什么毛病 因为它是没有味道的 我喜欢那种很淡 或者没有味道的东西 因为我对香味很敏感嘛 假如说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我一整天的心情就很糟糕 然后先是头痛 然后之后是会吐 就是真的很难受 所以我一般选东西都会选一些没有味道的 但是如果有味道 也是非常非常淡很天然的那种 Kiehl这个呢 我买了很多 是因为我之前可能前几年 我都是一直在用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味道 然后保湿也还可以 就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现在用下来以后 我就觉得真的 它的保湿值 就是保湿在了你的脸的表面 就是我发现这样 我说你拿水 突然以后你拿水去擦你的脸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卸下来的 就是我感觉它没有浸到我的皮肤里面 它不会长痘很清爽的 gel 但是它没有真正的浸到我的皮肤里面 让它真的补水 所以我用这个质地 这一罐我都没有用完 它的质地是这种果冻状的 凝胶透明的这样子的一个 gel 然后你推开以后它就会消失 但是其实它没有浸到你的皮肤里面 它只是表面很保湿很光滑 只要你拿水清清洗掉它就都掉了 所以我觉得有点有点鸡肋 我虽然用了好多好多罐 因为小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可能用的东西也多了 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效了 我就不怎么会买了 我在中国的机场买的 所以长得不一样 机场没有什么其他品牌可以买的时候 我就会买它 它没有任何毛病 但是每天用 你当然想要慢慢养肤嘛 但我觉得这个对我养肤的功效我就觉得没有 就只能很敷衍 也是我不会再回购的一个产品 这先说这个吧 这个是一个serum 超级entense的一个serum 是给超级干缺水的肌肤的用的 大概六年前的时候 它们的包装是玻璃瓶的 大概就是那种很cheap的 还泛紫色一种塑胶 我觉得很不喜欢 而且它的质地也变得很稀 就以前呢 挤出来呢 不是这么水的 你知道吗 现在就像水一样 就是真的没有保湿效果 而且我很不喜欢它的香味 它们明明是一个药妆品牌 干嘛要放香味呢 我就是不懂 还有这个 之前在刷小乌书的时候 看到有人推荐的时候 这是一个超级好用的 是它们新出的 我就入了一个试一下 结果 又是这个香味 我非常不喜欢它们家的香味 就 很廉价的味道 然后呢 它也是这样果冻状的 但是 它也是跟kios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 它只会 保湿在表面 然后 它的这个 比kios更糟糕的是因为 它在表面是会 油油亮亮光光的那种感觉 不是自然皮肤透出来那种光的感觉 所以我很不喜欢 特别是这个味道 我每次用都很头疼 就是太浓了 明明是一个给敏感肌用的品牌 干什么 放香味 它们俩对比的话 我还是会继续买这个 因为它没有味道 没什么毛病 但是只是没有很深沉的保湿 进去到你的皮肤而已 这两个的话 急救我还是会挑选这个 但是这个就 no 这个法国的药妆品牌 Philogoth 这个 我当时买它 因为我觉得它的包装很好看 就很高级 是我在法国旅游的时候买的 它的包装是 我觉得整个药妆店里面最好看的 所以我就买来试试 就听说好像有什么 还蛮火的 但是呢 我很不喜欢 因为可能不适合我的肤质吧 先说一下白色罐的这个 叫Hydra Filler 它呢是白色的 这种 然后 它的质地是 像paste 像牙膏的那种质地 然后很厚 这样子 然后你推开 它就是 它的味道我是可以接受的 它的味道是淡淡的 我觉得挺喜欢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它只停留在了表面 就是没有办法吸收 可能就是 不适合我的肤质吧 因为我自己是 有皮嘛 我就比较喜欢那种 gel啊 就是可以水状 很lightweight 很lightweight 可以进到你的皮肤里面的那种 那种 那种东西 但这个我觉得可能有点fake 嗯 它让我觉得没有深沉保湿 可能比较适合干皮吧 reverse 重组因子的一个cream 这样子 它颜色是 淡黄色这种 它也是那种很 很厚很厚的 这里要挖好多次 它可以拿出来一点点 就是 也是像那种paste 嗯 牙膏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这个呢 是雾面的 它的表面很雾化 然后没有那种 皮肤光泽 可能有些人喜欢自己的皮 皮肤是那种雾面状态的 但是我自己是很不喜欢这种 然后 我是觉得 没有办法吸收到我皮肤里面 然后呢 这个是 drunk elephant drunk elephant呢 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事 推荐我用的 就是 它超级的美丽 它真的是一个大美女 然后他说 它用的所有东西都是drunk elephant 然后我就超级重草 就买了这两个屎 hydration gel 它是一个gel 一般都很喜欢gel的东西嘛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它是包装很可爱 就是这样 然后拧 它就会出来一个这个 它是 看到吗 透明 gel的这种 这种质地 然后我就会化成水 没有味道 非常天然 嗯 没有毛病 但是 说不出来什么问题 但是 就感觉抹了一成水 它没有真正的 可以很养肤的那种感觉 嗯 for the price 在市面上应该有很多可以代替它的 所以 我也不会再买了 就是我觉得 就 没什么 太大的用处在我身上 然后 就是它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cream 嗯 Poly Peptide cream 包装 是还蛮开的 然后呢 是这样子 然后你是这样子挤 挤出来的一个 cream 这个我是用完了 但是 真的很不好用 而且不是我用完的 是给我妈妈用 我妈妈觉得 她也不吸收 我妈妈是那种大干皮 但是 她 她觉得用下来 她也不吸收 因为她自己喜欢那种 皮肤的natural glow 就是吸到皮肤里面 然后可以让你的皮肤有 自然光泽的那种 但是这个呢 是好像是霧面的 然后它没有很吸收 所以 她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用 好 maybe 这不是很适合我的肌肤吧 我们Ravisa的这个 水乳吧 这牌子我是超级的喜欢 我有他们家很多很多的东西 她的那个黄后水啊 嗯 觉得非常温和 她的mist 非常的细 她的包装真的很高级 很漂亮 这是玻璃瓶的 所以就是很环保 包装的质感 真的超级的美丽 但是 这个cream对我来说 不是很适合我用吧 她是水乳 就不会掉下来 然后呢 你推开以后 这个味道是他们家的那种草本的那种味道 但是推开以后 我觉得 没有 特别的可以进去我的皮肤的感觉 就是表面还是会有一层 黏黏跟 觉得不吸收的感觉 就是不够gel 不够watery 就是她不会像她 她茶的那个water cream那样子冒到我的皮肤里面 所以我觉得 嗯 没有问题 就是我在飞机上还是会用她来急救 但是 如果every day 如果让我选 嗯 我还是会继续用我的tacha 用我的tacha 就是没有毛病 我非常喜欢 但这个的话 嗯 表面还是会有一点黏黏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照片 分享 有什么其他想看的内容 或者我们本来的化妆问题 都可以留言 或者私信发给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